各位科技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科技岛岛宇吴凯元 欢迎收听科技岛的podcast 科技岛podcast节目是由科技岛新闻平台 和1111人银行所共同制播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所有对于科技产业感兴趣的年轻学子 来培养职场竞争力 所以赶快上科技岛来掌握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 讲到科技产业趋势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电子支付 那我们在过去的时候 这个皮包厚厚一叠里面装满了钞票 有的时候还要放很多的零钱 但是现在这个历史已经是 走入我们的记忆当中了 因为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了 那现在其实严格讲起来 不过不只是台湾 全球都已经进入电子支付的一个战国时代 那在台湾一支独秀独占凹头的 就是我们的接口支付 接口支付现在的这个会员数 已经来到超过630万以上了 算是台湾的目前的龙头宝座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就请到 接口支付的总经理范总经理 Claire来跟大家聊一聊 Claire你好 我们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Claire 好Claire Claire你本人看起来比其他我在专访上看到的更年轻啊 谢谢 对啊所以其实 对那但是你现在这么年轻就能够站在 现在台湾电子支付龙头这样一个总经理的位置 是压力很大还是觉得其实非常的兴奋呢 肯定是压力很大 当然也很兴奋 所以这两个都有了 那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认识一下你好了 对我们知道你是台大公管系毕业的 那从求学阶段 然后到跨入职涯 你的志向一直都很明确吗 还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键的事件 让你启蒙了 我对于这个金融产品 或者是这个电子支付这个产业的一个兴趣 然后让你一头栽进来呢 其实我念大学的时候都在玩学生会 然后艺术季啊 其实就是在学校办活动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想说要做什么 刚好因缘忌讳 加入了当时还 大家其实还不太知道的 虾皮的母公司东海集团 就C Group 其实当时虾皮台湾不到50个人就非常少 但其实我加入的是游戏的事业体 哦 游戏那一块 对 游戏的事业体 差不多做了一年左右 其实我发现我对游戏不太感兴趣 因为我自己不是player 然后当时虾皮集团在台湾 刚好想要尝试这个新的支付事业 然后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就跟我的当时的老板争取说 我想要去做这个东西 当时台湾的支付的这个市场现况是如何 当时已经有接口 当时是2016年的7月吧 所以当时接口还没有拿到电子支付执照 但已经是有第三方支付 然后以电子支付来说 哦 富宝啊橘子支应该是已经有了 对 有早期的几个品牌 听起来还蛮早期的 那那个时候就让你产生兴趣了 其实当时就觉得Fintech会是接下来的风口 然后因为之前在因为读商管学院嘛 其实就会看到很多case 那其实国外当时东南亚 然后欧洲其实都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所以其实对这个产业就还蛮向往的 然后主要是也想做一些 User daily都会用到的一个东西 因为可能台湾其他像硬体啊 或者什么 其实比较多 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观察到使用者平常在使用 所以对这种C端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人用 你的用户就在你身边的这种产品是觉得非常有魅力 所以其实自己本来刚刚讲说游戏产业没有待很久 是因为我们是player 可是今天来到支付产业 表示你平常就是个败家 也不是这么说大家都要付钱的嘛 总会用到支付嘛 而且其实就在当时起步的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就觉得说哇处处是机会 当然就是机会也同时伴随着关卡和风险 所以其实看起来一路走来走到2010走到现在 应该也看了不少这个大风大浪 这个特别是有进展 当然也有我们就是化为机为转机的一个时代 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故事是你踏进这个行业的一个契机 其实有一个真的蛮印象深刻的 因为刚开始就你很早期开始做金融的时候 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 就你会面临监管啊 然后用户不知道怎么用啊 然后很保守的传统金融体系啊 就这些在各国都是会有 那之前我在东南亚的时候 就是在研究这个支付 就发现说就是 CE Group这个公司他们在重视这个用户体验 可以做到什么极致 然后如果你做金融 你要再突破框架 这一块可以做到怎么样 那当时就是 我们在做一个Account Link的服务 就台湾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嘛 接口其实也是 在台湾创造Account Link服务的一个 一个源头啊 那当时我们在东南亚做的时候 就是一样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你要跟银行联嘛 那银行就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啊 他们说哦 这个你Account Link的话 你要有这个晶片金融卡 然后要去ATM做验证 而且银行收到这个 你的你的 连结的绑定的申请之后 他们要用印 层层用印 然后要合印 然后有一个纸本的一个流程 然后做完之后呢 他才会再通知我们 然后这个绑定的流程 就预计要大概 三个工作天吧 因为要盖章嘛 那我们就想说不行啊 用户期待的Account Link 应该是一个 马上开通的 对应该马上嘛 好你不要说 不要说当下好了 或许也是个 就是三十秒一分钟 或者或者几个小时 怎么可能等三天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 OK你这个银行 你要合印对吧 那那我可不可以 呃请 请一个这个专门合印的人 在你的银行工作 然后就 这是个非常注点 我们就在那个银行注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Account Link的流程是这样 客户他去ATM插卡 然后插卡之后要申请嘛 他在App先申请 所以然后他去ATM插卡 然后这个ATM 其实就在那转啊 说什么处理中 啊其实背后 我们就请了一个人在那走 他那个 哦收到了 然后刚才盖章 然后一分钟内完成 然后再系统点一下 然后那个ATM就这样 OK 天哪 完成了 然后整个流程就变成在 两分钟内完成 OK 就是透过注点的方式来加速这个 本来要三天的流程 是不是非常突破框架 这真的很酷 就是听起来很土炮 就是哦 人就直接在银行 这一场土炮你可能用户会以为说后面有什么高科技在那边就是做风险的审核啊 怎么样系统怎么跑啊怎么运算没有就是有一个人在后面这样赶快印出来然后盖章然后送过去 这就跟我看过一个插图一样就是ATM里面躲一个人就是拿那个钞票再往那个口上塞那种感觉 所以刚开始确实是走过这样一段这个比较辛苦的路程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个案例 但其实它处处应用到我们之后的所有的这个产品设计啊或者在思考 跟跟银行合作啊各方面你永远都要去想说就是OK这个东西要三天 你有什么方法就就是不只是科技的方法有时候很土炮的方法他其实可以解决科技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好例子对对对是所以其实我们刚讲的是您现在是接口的总经理哦但是其实你在刚进接口的时候你的角色是产品长 是对所以其实你会是从这个整个企业的最核心的这个产品来了解这个这个切入这个市场 所以我相信你对于整个市场的观察应该又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那我们刚刚既然谈到了从2016年可能有点土炮的这个阶段 走到现在其实已经百花盛放那其实呢或许我们从10年后再回头看现在又觉得现在很土炮 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您这个目前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来看一下电子支付接下来的一些趋势洞察好了 对您觉得目前电子支付能够带给民众生活上或者是消费观念上金融金融秩序上等等 他们最大的可能的一个改变和期许会在什么地方 其实用户真的越来越习惯不带现金出门了这个跟这个跟10年前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这种东西啊那但是其实呃这个这个七八年下来其实呃还是我们观察到还是有一半的人 尤其现在可能18到50岁吧的年轻因为我们之前的用户可能到40岁 当然我们已经做10年了他已经成长了对对对 OK这这些人其实如果可以不带现金他们是非常愿意不要带现金的 所以关于这个这个不带现金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一个方便 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加成呢 因为其实当时疫情大家也觉得说啊付钱找钱它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传染的一个途径 那这个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加注国内甚至是全球视野上面的这个电子支付的一个迅速发展 哦肯定是有的在台湾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但是在东南亚就更明显 因为其实台湾算是非常幸运啦就我们真正疫情封城的时间非常短 但是可能其他国家真的是封了三四年但是在在台湾我觉得还是还是有蛮大的影响 因为之前可能电商没有到那么热 虽然大家都已经用但是在疫情的时候 就逼了所有之前不用电商的人也都开始用就必须用电商 对对对然后外送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所有人都更习惯在网路上在手机上去操作各式各样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疫情带来的一个影响 所以现在基本上感觉人人都多少有一些电子支付 或是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消费经验 可是他们可能还不见得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就是在感觉就嗶嗶 然后我的钱包就少了一件钱 他们知道的大概是这样子 那比如说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们是不是也来帮消费者厘清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一般讲电子支付跟讲第三方支付 这两个概念它的异同 有没有重叠之处 那如果有差别的话大概是在哪边呢 OK大家平常日常 讲到的支付其实有三种 一个一个是就是设备支付 就比如说Apple Pay Samsung Pay 然后第二种是第三方支付 第三种就是接口所在的这个电子支付 那我们先讲Apple Pay跟Samsung Pay这种好了 这种其实用设备的 它其实在金流面是完全跟本来一样的 比方说你把这张信用卡绑在这个Apple Pay上面好了 其实事实上还是你的发卡行直接把钱给到这个店家 中间Apple是没有经过金流的 它只是作为一个数位信用卡的载体而已 懂就是把这个设备跟信用卡给绑在一起 但是原本整个支付流程是没有差别的 对店家本来透过读卡机来读你的卡号 现在透过Apple的传递来读你的卡号 就这样OK那金流是没有差别的 那接下来的两个就是有就是这一个中间机构 它是有收钱的 那金流会先从你的发卡行或者你的银行 先到这个中介机构然后采给店家 OK那第三方支付跟可能最有名的现在就是Line Pay 那电子支付现在最大的就是接口 那这两个最关键的差异是客户需不需要做实名的一个验证 OK 所以其实以金流面来说两个流程是一样的 但是电子支付你需要做实名的验证 然后你的你跟你的交易对手 就是你付款的对象也是一定要是这个接口有签约的一个店家 所以它是一个closed loop的一个环境 那相对的当然就是洗钱风险非常低 诈骗风险也比较低 然后很安全 对那但是因为有这些可能比较严格的一些把关 所以电子支付可以提供的服务项目就会比较多 除了支付之外还会有像处值啊 然后转账啊 这些不同除了支付之外的一个业务 那因为Line Pay它是第三方支付 它没有执照的关系 它的转账就需要跟有这个电子支付执照的 有依法通来合作 哦了解 所以其实目前接口这个电子支付 它其实在监管的力道上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其实风险那也相对的低一点 那其实我们刚刚你刚刚有提到 其实台湾在过去的消费习惯会觉得 代线只有什么差 我们现在ATM的密度这么的高 我们又不是像美国或是中国大陆 可能银行跟银行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么远 那我们电子支付有推行的一个实体的必要性 那当过去台湾人没有那么强的意识说 电子支付是一个我必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 但现在我觉得这个慢慢有改观了 那有没有哪些还是就是 如果我们要再往这个全民电子支付 这个目标迈进的话 最后一里路还有哪些 不管是观念上要改变的 或者是实际上我们有要哪些门槛要跨过的 还有没有哪些的这个最后一关要突破的地方 OK门槛 其实最后一关 我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 很有可能是一些税收的政策 中文有万税 因为其实台湾应该有非常多隐藏的GDP 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那其实我们这十年在推广店的支付 一直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这个小额租税的一个优惠 就是政府会提供这个小型中小型的店家 如果你的约交易金额没有超过八万的话 你的这个营业税会从五个percent变成一个percent 就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 但是店家不是这么想的 他想的是他本来零要变成一 对吗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十年推下来 有逐渐的这个再改善 而且大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但是你可能在这个八到十万徘徊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想法 但是你做到三十万五十万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店家 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 这个问题会影响的越来越小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中小型的店家 就台湾的这个中小型的店家的这个产业 是非常蓬勃的 所以长期来说 这个电子支付的发展 对于国家政策来说 绝对是对于税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觉得政府政策上 如何共同来推动 我觉得还会是台湾这个最后一旅路 其实台湾我们常自诩科技岛 当然就是说科技逐渐改变人们的这个生活 和对于未来的想象 其实支付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那所以其实刚刚讲的这一些发展 应该也很多地方是得利于我们科技的进展 那科技目前提供 我们在电子支付的这个拓展上面 最大的注意大概是在哪些地方 还有我们下一个世代 我们期待科技在哪些地方的进步 会再给我们的电子支付 带来更多的一个能量呢 比如说不知道现在电子支付跟Web3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有联动的一个机会 OK Web3的话可能要看它是Web3的技术 比如说是区块链的技术 还是说这个Crypto啊 这些币的关系 因为其实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 其实Web3的世界发生了蛮多大事 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金融界 算是目前还在观望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金融会 现在是对于这样子Web3的服务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一些 就是希望说金融机构 在这个Web3更稳定之前 先不要去跟它有太多的一个牵扯 但是在技术面 其实像我们这一次所合作的 这个PayPay的服务 就是我们接口所合作的 日本PayPay的一个服务 其实在交易和对账上 我们的这个PayPay是有使用区块链技术的 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上 其实不止接口啊 其他银行啊 可能都会某种程度的运用到Web3 但如果直接是交易所啊 或者是要去除入金这种比较敏感的议题 现在就还比较少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另外还有一个环节 大概会是在风险的控管上 其实大家对于致富最担心的 还是可能比如说 不管是你刚刚讲到的洗钱风险啦 诈骗啦 我们因为毕竟跟自己的荷包攸关的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安全的控管机制很重要 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在科技上 资安啊等等这个环节 应该也能够再提供一些帮助 是的 是的 其实电支付发展到今了 就是以大家以前惯用的网营 或者我们在讲电子银行 安控基准这种标准 你都会说比如说 晶片金融卡这种是最安全的 就是你有晶片或者你有凭证 对吗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在手机上都很难做到 所以当今天就是要发展到这个手机支付的时候 就会有开始有很多新形态的这种验证方式出现 像手机里其实大家忘了就也有一张晶片 就是你的SIM卡 所以其实近几年就是SIM卡的验证开始变得比较热门 那接口也有运用 那SIM卡验证是一种 那可能这个FIDO是一种 就是现在这个密码嘛 大家都觉得这个密码其实有被窃取的风险 那如果你可以不要有密码 密码就不会被偷 但是你又要做验证 所以就来到FIDO 那或者是其实在整个交易风险上 我们可以用这种机器学习啊 或者AI的方式去了解说 现在比如说诈骗的样态是怎么样 洗钱的样态是怎么样 你现在的这些正常的交易 有没有匹配到一个类似的可能的一个样态 那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及早发现 然后及早去做一些因应的措施 所以其实科技还是帮助我们控制蛮多不同的风险 好的 所以其实Fintech这个地方听起来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跟可以发展的方向 那我们从刚刚这些可以发展的方向 我们去带到人才这个议题的话 您觉得目前要进军 电子支付的这整个大的一个范围的一个产业链来讲的话 大概会是哪些产业的 应该是哪些人才它会是比较热门的 那又或者是说如果现在它还是在学 它想要对于自己的未来 能够前进这样的产业去做准备的话 你认为它应该要帮自己充实哪一些方向的职能呢 OK 因为我们大学应该是没有Fintech系 应该是没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金融科技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 所以反而就是我觉得一些软实力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些软实力包含 第一我觉得需要非常open minded 因为其实科技日新月异 然后世界也日新月异 就其实你会的一套技能是不能走到底的 你每天都要面对有一个新的东西要做新的学习 那对企业来说就是我不可能说我现在要去做一个新的东西 我就换一批新的人 我要做这个新的东西 我又找一批新的人 我现在不做这个了 让你走 这个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最好呢 我们就找一些就是什么都能做 然后可以一直学习 现在想做这个 那你现在就可以做这个 你现在要做这个了 那你换做这个 OK 这样这种就是很open minded 然后什么事情都能做的 保持弹性 保持弹性 应变能力好 然后很快 学习速度快 然后脚步快 然后可以理解说就是这个世界一直在变 我们要做的东西也可能会一直在变 虽然我的大目标不变 但我手段会换 我觉得有这种 有弹性的这个心情跟态度 我觉得是对人才来说非常重要的 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素揚面的部分 就是最核心的 其实你还是要能够实时的去调整自己 去应变各种不同 变化速度非常快的挑战 那其实冲了这么快 我觉得除了在这个 踩油门的地方 有很多人才的 可以着力的地方之外 踩刹车的地方也会需要 我觉得这是监管 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相信你们做支付的 这边做金融科技的 很容易就觉得监管这个紧箍咒 真的是有时候绑手绑脚的 明明我们就觉得说 哇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已经 做好了向前冲的一个准备 我们能量也都充足了 但是规范跟不上 规范就是牛步的在变化 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 也可能有一些 刚刚你讲软实力 可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是是是 没有啊就是 刚刚是想补充说 其实在整个 因为金融科技越来越发展嘛 所以其实整个法尊相关的 你不见得 可能是法律系毕业 但是法尊相关 你在做这种 其实各行各业 包含比如说你看这个店的支付 或甚至你做的是 这个科技 科技的这种风险管理的系统 或者各式各样的一些验证机制 风控机制 这些泛产业链里的人 你其实都有机会需要去了解 现在的法尊产业是怎么做 然后有哪一些法规 然后可能跨国之间 有哪一些成功的案例 因为你要去跟金融业 或者去跟一些partner做推广嘛 所以其实在 法尊这块的实力也是 蛮重要的 那大家可以 就是大家这个可能真的是 要进到相关产业来累积 会会比较比较容易 因为你在 就没有在产业内的话 是比较不容易接触到这种 跟法尊相关的一些咨询 是但是我觉得 刚刚Claire已经帮我们讲了 其实沟通 然后及时的对于资讯 做快速的判断 跟资讯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在 能够去面对这个法尊风险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这还是回到刚刚讲的 这个素养面 就是能够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 那你能够在试试的地方 踩油门 那试试的地方 也能够帮忙踩刹车 今天非常感谢Claire 然后已经帮我们分析了 电子支付这个产业的 一个未来趋势 对于很多接下来 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年轻学子们 刚刚有这一集非常的珍贵 即使你是科技人 你对于我们很多城市撰写 如何又透过科技的力量 来帮我们维护金融秩序 维护金融安全 你有想法 或者是你不是理工人才 但是你对于 你对于金融产业 或是你有非常好的沟通能力 法尊的控管能力 也都欢迎你加入这个产业 好 那么我们下一集 会来跟大家聊聊 现在接口支付的一个最新状况 那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可以找podcast下集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